凌晨兩點鐘 網紅館長陳之翰遭到開三槍 在林口健身房外遭到了槍擊 而且嫌犯是在短短19秒內 對他開了三槍 當下陳之翰是流血倒地 緊急送往林口長庚醫院救治 手術之後沒有生命危險 那麼嫌犯呢 就是先前性騷擾館長的流性男子 犯案之後他帶著槍跟子彈自行去投案 態度相當的冷靜 可能背後有高人指點 館長和助理一行人準備上車 沒想到才剛又關門 旁邊衝出一名男子 拿著手槍連開三槍 館長痛得摔下車滾一圈 躺在地上不斷哀嚎 換個角度來看 持槍的流性嫌犯跑過來 槍支對著館長猛開 之後跑步逃離現場 網紅館長陳之翰 躲在地上痛苦嘶喊 助理忙著用衛生紙 幫忙緊急止血 地上血跡斑斑 因為館長遭人 連開三槍 腿的部分 來 搭載 腿開好 28號凌晨2點22分 陳之翰準備要離開 新美市林口的自家健身房 準備上車之際 遭埋伏歹徒襲擊 槍手隨即拔腿狂奔逃離現場 原以為搭車準備逃亡 但槍手卻是乖乖搭著計程車 到警局投案 並交出作案用槍械 其實23歲的流性槍手早就預謀而來 前一天從內湖住家出發後迅速抵達林口 埋伏過程中逐步進逼健身房 最後在凌晨2點22分 連轟三槍 不到三分鐘就到警局投案 而館長傷勢曝光 右手臂遭第一發子彈貫穿 還射擊到右大腿 第二槍打在右大腿造成粉碎性骨折 最後一槍打中右小腿 但頭卡在腳踝內 埋伏過程不排除先來熟悉地形 因為先是在對面留在計程車上觀察一個小時 才大膽下車換點埋伏 最後看準館長準備離開才下手行凶 槍槍避開要害瞄準四肢下手 明顯不是要取人性命 但是雙方早有糾紛 這一回就是看準館長直播掌握行踪 短短19秒內連開三槍 下院報復 接著新北市綜合報導 持續追蹤館長重彈事件 當時他已經流血倒在地上了 沒想到館長第一時間居然是請助理開直播 面不改色地開始招待後事 那麼這段影片在網路上也掀起討論 系數館長過去喜歡他的人有 討厭他的人也不少 也惹出了不少爭議 因此館長還哀告將近20件官司 幫我做直播 拿著 照我 是不確定要拍嗎 確定要拍嗎 助理連續問了兩次要拍嗎 沒想到中三槍躺在血迫中的 網紅館長陳之翰 受傷之餘還不忘請助理開直播 鏡頭一帶到館長臉上立刻發出哀嚎聲 即便鮮血直流還是面不改色交代後事 請大家照顧我的老婆跟小孩 拜託大家 表情痛苦講完躺地後過了三秒想到剛剛沒想到的母親 還有我的媽媽 拜託大家 就這樣開著直播直到送醫 很多粉絲忙喊加油 但這段直播內容已經在網路上掀起論戰 有網友直呼中槍太誇張 但還是有網友痛批中槍了還要直播 調侃館長駁流量也很大 甚至還有網友搞笑說上救護車還抽煙 電影演的都是真的 不過也是有網友真心希望人平安就好 你們館長可不可以不要抽煙 我們老廢了啦 過去館長爭議多 前年一月他就曾直播抽煙遭網友控告 去年館長也和藝人吳宗憲槓上 雙方隔空交貨唇槍舌戰 截至今年四月 陳志涵挨告將近二十件的官司 直播內容常有國罵 這回直播曝光姓騷男 也讓對方被肉搜狹怨報復 中槍擊開直播 爭議再添一樁 記者許志明的留言區台北報導 那麼這名嫌犯在19秒之內連開了三槍 每一槍都打中了館長 但是瞄準的是他的四隻手腳 很明顯沒有要置人於死地 這懷疑是倒上手法 開槍警告 那麼至於男子的開槍動機 懷疑是先前的性騷擾怡雲 讓館長跟他兩個人早有心結 剛對館長陳志涵 右手右腳連開三槍 23歲流姓犯嫌 前科累累 妨害自由 傷害迴損 進出警局 早已是家常便飯 這回鎖定館長開槍泄憤 因為雙方早有嫌隙 館長我看你來了 你好壯 讓我摸一下啦 讓我摸一下嘛 你好壯 給我摸一下嘛 館長曾在這個月16號 曝光館內監視器 指控一名男會員 把他摸透透將近五分鐘 謠言要提供性騷擾 流姓會員立刻遭網友肉搜 懷恨在心 謀劃整起槍擊案 嫌犯從住家出來 先是搭上預先叫好的計程車 犯案前第一站 先是到林口買酒壯膽 再埋伏開槍 隨手藍車下計程車 一路往館長 全之汗鎖在地前進 途中嫌犯還停在超商 買酒壯膽 又到健身房外 前後埋伏三個小時 又等了半個小時 直到陳之汗準備離開健身房 時嫌犯立刻上前連開三槍 你那是有聽到槍聲嗎 沒有沒有 真的 我現在還很亂啦 以證人身分做完筆錄 面帶微笑 但不願回答任何問題 他是載著槍手 完成犯案的小黃問獎 強調有聽到槍聲 但不知道是自己車上 這名乘客開的 而犯案槍支曝光 外號小沙漠之音的半自動手槍 威力強好攜帶 操作容易 常出現在電影畫面中 但在台灣相當罕見 難道純粹不滿遭肉搜 就開槍洩分 還是背後另有藏鏡人 警方要抽絲剝繭 釐清整體案件真相 那麼現在警方已經介入調查了 嫌犯的犯案動機 以及幕後到底有沒有人主使 新北行大大隊長有最新說明 然後目前可以確認的是 嫌犯他是自己一人從他內湖的一個租宿附近搭乘計程車 然後在昨天晚上11點左右 然後來上車 然後到我們林口的這邊是 大概是晚上11點的17分 然後他有去買了一些酒 然後在計程車上就是坐著來等待 大概等了有一兩個小時以後 到2點22分的時候 發現就是被害人的行蹤才犯案 然後整個過程也有監視器的一個佐證 可以確認是一人犯案沒有問題 我們警方都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對於任何可能 我們都一定會逐一的去檢視來加以釐清 不過以目前的調查的狀況 還是傾向於 偏向於個案 個案的狀況 那他的原因就是 之前的一些糾紛所引起 然後目前尚沒有發現 有其他幕後主使 或是其他共犯存在的一個情況